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昨天在推特上有朋友推了个推文 也推张照片,北京下黄土 北京下黄土照片 后来他说 说这种天给我的感觉 电影里头都是妖怪出没的时候 然后有朋友跟我转推 说大师兄不好了 师父跟二师兄被妖怪给弄走了 不知道他哪去了 那种天呢 大家说什么都有了 因为说妖怪出没的时候 是暗指现在的中南海了 我能体会到暗指现在中南海 但我看那个天的时候 多少有点怀旧的感觉 在这个时间 四月份左右 清明前后 在我小的时候 也不太小了吧 这么算吧 四五 四十五年前 到五十年前 每到这时候都有 我那时候呢 骑自行车到这个季节 到就是这个前后 这个季节 我们每年这个时候 会到去香山 爬香山 爬香山 看玉兰花 去义和园呢 有时候就觉得他贵 门票一毛五贵 真的 那骑车到香山 然后往 再往远 一走 往远走一点呢 应该是 大爵寺啊 是碧云寺 大概是那边 大爵寺那不要钱 去看大玉兰花 那个玉兰树 很粗的 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在那边 还有个山 叫妙峰山 揪峰 这是在 这是在 海淀区 跟门头沟区 交界的地方 揪峰的地方 很漂亮 非常漂亮 他应该在玉泉山 我们知道的 玉泉山 大家看老炮 老炮最后 冯小刚查假的地方 那就是 玉泉山 前头 义和园的后海 后面 后湖 那片非常美的 所以美到这个时候去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都刮西北风 所以回来的时候 早晨骑车过去嘛 下午三四五点钟 开始往回家跑 那个 那个老妈也不干 天黑回家不干的 怕有危险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 刮那个黄土风 那个鼻子眼里头 都是黄土 吹回来 本来北京就西北高 东南低嘛 顺着坡吹回来 骑车大概 那个时候厉害 你咬吧 四十五分钟吧 应该我们当时 大家拼体力的时候 就说不到一个小时 能回家 不到一个小时 要回家 那是爬弯山的 所以这种天气呢 很熟悉 我觉得很熟悉 这种天气的环境呢 就这个地方 所以 那个时候就说 植树造林 北京不能让风沙 给掩盖了 今天还管 我跟你讲 共产党就是 魔鬼 没跟你说是魔鬼 宣传的 四十五年前 就说植树造林 你知道 我们那时候 去过植树造林 它怎么造林呢 到香山 到植物园那边 种过树 那树苗 用塑料纸 底下 用塑料袋包着 包那树根 带点土吗 种进树里 连那塑料袋 都一块就给麻了一头 不是一个两个 就那么回事 这就是共产党宣传 造多数了 我不知道谁骗谁 谁玩谁 谁坑谁 谁整谁 这其实说了半天 当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是 共产党魔鬼东西 在整治老百姓 整治所有中国人 包括今天当权的 说到当权的呢 法广有篇报道 国家权力中心 已经不是政治局常委了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原来 一直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法广登的 今天登的 习近平王岐山 观察中国 习近平王岐山 成为了习王 第二任期的习王体制 拉开序幕 没有第二任期 第一任期是逐渐打出来的 其实呢 他这个报道是一个世界中文媒体的报道 社论的方式 世界日报 中国 美国的 习近平王岐山成为了习王体 第二任期 习王体制上路 预料王岐山会负责对外关系 但同时呢 川普签署了 同一天 在他们出现的时候 同一天 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提升了美台的交往的层面 宣告不再遵守美中关系 以往的框架 强化了对中共政权的博弈 算是给习王体制的见面礼 北京对美国无视的仪式一再警告 挑战其底线 可能不得不有回应 但是从力道拿捏的角度来讲 不仅老百姓能够看到 国际关系 国际间也注意到 面对川普政府的联欢权 习王体制虽然确立了 但是呢 这种反制的措施呢 非常有限 他还没运作呢 他可不就停等着挨打吗 你可以说停等着挨打 但是呢 在我眼睛里呢 他又有了另外一面 双簧的概念 既然国家权力中心 改成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制了 这个制度 这个概念 跟今天的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概念 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所以与其说川普通过了台湾旅行法 是对习王体制的一种压力 不如说是一个真的见面礼 真的见面礼 所以这个不好说的 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他说当川普考虑到贸易和台湾问题 而向北京叫价的时候 北京或许像过去一样口诸笔伐 但实际的 具有实质性的 等价的报复 恐怕 大费周章 他说恐怕可能性很少 未来五年十年 那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期 在美国不回避竞争 不放弃合作 不惧怕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那习王体制将面对着真正的震荡和考验 所以这个他主要是讲说 他确定了习王国家主席制的出现 而国家主席制将是中国未来 国家权力的一个 真正权力结构的一个标志 就是这样了 没有政治局常委了 而他接受的挑战呢 应该接受美国挑战 大概他写这个评论就这么个评论 香港东方日报 社评 习王体制正式登场 一正一负掌舵设计 掌舵设计 应对未来五年的挑战 这个说法呢就比较严谨 我觉得是那么回事 所以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很奇怪 我跟大家讲很奇怪 他的很多说法呢 是有点像习近平王岐山的喉舌 他们习王体制的喉舌 但是呢 又明显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完全被冷淡冷漠 就找不着便很奇怪 最值得关注的是 王岐山的普通党员出任国家副主席 显示内地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改变 这是在任何其他媒体都没有谈到政治制度的改变 我们在节目中说的 对吧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讲了 中国政治制度出现根本性改变 党国不复存在 党国不复存在 常委 政治局常委 不复存在 出现的只是两个真正的人 习近平 王岐山 习王体制 国家权力中心 不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是围绕着国家主席副主席 进行了全新的权力安排 是 根据宪法 国家副主席协助国家主席工作 在中央没有具体分工 但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 副主席可以管辖所有领域 很显然 王岐山获得破格安排 反映其地位超然 必掌实质权力 这就没什么讲 他关键的问题就是 国家政治体制 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十八大之后 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 与习近平联手强力反腐 打破行不上常委 那拿下了周永康 徐才厚郭伯雄 令计划苏荣 孙政才 薄熙兰 反腐沙皇再度联手 那势必对官场形成震慑力 更有助于维护政治权力 高度集中 维护 他实际再度出现的话 他重述主席制 国家主席制 废俗政治局常委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是根本转型的 那这是法广 他的一个专栏节目 观察中国了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社论 所以他引述都是社论 代表着媒体的态度 习近平在第一期反腐 那消除了党内内部 中共党内的威胁 第二期集权 奠定了基础 修宪高票通过 本人全票 打破数十年政治惯例 委任已经退下的 王岐山担任副手 显现出新的 叫新体制 毫无疑异的权威 政治局常委 集体领导的旧体制 完全被取代 那这些 这些媒体的社论 无外乎 给我感觉就说 是不是看我节目了 看完我节目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 那这就变成了 在世界媒体中承认 今天的中国政治 中国政治体制根本改变 中共的党国体制消失 全新的习近平王岐山的 人的主席体制诞生 而再度联手 将用他们曾经的反腐的锐气 锐利完善国家权力体制 历史经验表明 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作为 这是很有趣的说法 那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前面讲了这个故事之后 他们变成两个人 那作为川普来讲 算不算权力高度集中 那不算 对吧 因为他有议会的制衡 但作为美国总统 有着太多的权力 不用通过议会 他自己行使的 那同样是 而新加坡同样是 对不对 新体制既然已经确立 其所发挥能量和承担的风险 是豁富相优 没错的 这没什么可讲 在下一个任期 如果中共能够保持 社会基本稳定 经济继续增长 国际上没有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所谓的中国模式 强势政府 主导经济社会发展 或许成为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 另外一个参照点 所以这里呢 他的就错了 中共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 不是 是希望体制保持 希望的国家 全新的国家体制 保证经济基本稳定 这是全新的模式 其实就是在体制转型了 这就是在变形了 但相伴的风险恐怕还是不易消除 其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 极权单一体制内 单一体制的内生脆弱性 任何重大错误 代价势必非常高昂 那他这讲 暗指习近平的独裁 这所谓的习近平的独裁 他其实也是用中共党内的 所谓的投票的概念 出现了希望的体制 对不对 而内部投票的概念 其实就有点像 这里就有点像 香港的 有点像香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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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这个 港都 什么港都 所谓的这个 特区政府的产生 类似 其实里面有着类似的成分 但是呢 这里面就意味着 单一集权的内生的脆弱性 任何错误的 重大错误的代价 势必非常高昂 其实这话都是文人说的话 而这种文人说的话呢 在人的相生相克的道理中呢 就是共产党的诡辩论 对吧 你是男的就肯定不是女的 你既有男人的优点 也有女人的 也同时有男的缺点 怎么就这么慌 这不是纯粹废话吗 对不对 那你就改喽 你男的改成女的 改完之后 你既有女人的优点 同时又有男人的缺点 因为你是变性而来的 所以你自然会带着 在此之前生命的某种特征 而这生命的某种特征 带有一种不确定性 从而对未来 你未来的生活 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影响 这纯粹一句 合情合理的狗屁都不如的话 没错吧 人们这话放这不是一样吗 所以靠文字吃饭很容易 当然靠生命吃饭 现在很多人不懂 鉴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 其成败对于各国都是越来越相关 新体制的命运 也将为世人所关切和 所密切关注 我觉得就是个笑话了 综合起来 三家媒体的共同结论 党国体制崩溃 共产党统治国家的概念消失 变成了两个人 人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